美美结婚三个月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,夫妻两个高兴不已,医生对美美先吃叶酸,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再停。 美美也是这做,做事变得很小心翼翼,这天美美刚吃完午饭,想要躺在床上休息休息,这时候肚子突然开始不舒服,一低头,发现自己流血了,急忙叫丈夫送自己去医院,医生检查后告诉美美,你这是习惯性流产,之前流产的次数太多。 美美当时就猛了,自己也只做过两次远流,一直说不可能的,不可能的,站在一边的丈夫运不下去了,转身就走,只留下美美一个人坐在救诊室里,傻傻的摇着头,当时她的心都快要碎了。 丈夫在美美最需要她的时候,扔下她一个人就走了,医生告诉美美说,女孩子频繁流产,对身体有极大的危害性,流产次数越多,以后怀孕越难,回去按照我给你的药房,好好的调理身体。 美美美于是拿着医生的药房走了,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调理,美美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,如果不想要孩子,请做好措施,别想着打掉就行了,不仅伤身体,还有可能让你失去做母亲的能力,大家怎么看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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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